本期话题 烟麦米的功效与作用 黄世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烟麦米的功效与作用 烟麦米实际上也叫烟麦片 就是我们常用的一种食物 因为它一方面是一种食物 一样价值比较丰富 我们这里面主要讲它的保健功能 第一个我们讲它的 就是降糖降脂的功能 其实我们就有糖尿病 或者高质学生 我们一般用骨粒多吃烟麦 这样它能够促进膳食纤维 因为它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有力支持代谢 所以这种我们一般 就用它就有降糖降脂的作用 所以做一种很好的食品 就是说补充剂 或者叫很好的食品选择 它含出纤维比较多 第二个就是烟麦片 或者叫烟麦米 它具有很好的润肠通便的作用 它具有润肠通便 它主要是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还有促进的就是说 一个是促进胃肠的蠕动 另外还有软化 大便 有力便秘的改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的作用 我们讲它烟麦片 还具有就是降压的作用 烟麦的它具有降压 因为它可能以降脂降糖以外 它还有降压的作用 它将来改善心血管对心血管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除此以外 烟麦片它含有很多盖子比较丰富 它盖子比较丰富 比如说它含有钙 铃或者铁 所以对补充 就是说平衣学 就是说补学 它必有补学的作用 另外它还可以防止骨子疏松 因为盖子丰富 对骨子疏松的仿制也非常有帮助 另外它也有这些微量元素的 可以处境了窗口的余活 所以对虚顺或者窗口不余 酒病 窗口不收这种 也可以经常使用一些烟麦片 由于烟麦片 营养价值比较丰富 但是也不主张过量 毕竟是营养比较丰富